10月31日 欧盟不顾中方反对 执意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后 中方当即立断 对产自欧盟的白兰地 珠富产品 乳制品 实施了反倾销措施 与此同时 意大利方面就收到消息 长安汽车在中欧关税站的背景下 取消了原定于在意举行发布会的计划 对于之后 会不会进军欧洲市场 也要根据中欧之后的谈判结果来定 另一原本已经和一方进行了长时间谈判的东风汽车 也突然决定要暂停在该国生产汽车的计划 不曾想中国掠施手段 欧盟内部就较苦不迭 特别是法国 曾一度扬言要把中国告上WTO 不过 遭中方反制后 欧盟依然认识不到错误 居然调转枪口盯上了台海 并与日本联手对付中国 据多家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11月1日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伯雷利 风风火火访问日本 会见了日本外相乌延义 并签订防务协议 需要指出的是 这是欧盟跟日本首次签署的防务安全协议 根据协议 双方建立一个新的对话体系 主要用于协调欧盟海军 跟日本自卫队联合训练演习 不排除有第三国参与 此外 双方还将进行防卫信息交换 一起应对所谓的威胁 伯雷利公开声称 欧盟虽然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但同时也会与伙伴合作 阻止中国通过军事手段 单方面改变现状 这一说法换言之 也就是不许中国大陆武力收台 很显然 伯雷利这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 不仅如此 伯雷利还进一步指出 中国在东海、南海 以及台海展示军事力量 导致局势紧张升温 影响了欧洲的安全保障和繁荣 很显然 伯雷利所说的 在台海展示军事力量一事 指的应该是此前解放军的围台军演 而伯雷利的这一番言论 换言之 也就是不许解放军在台海举行军演 但他所给出的这一借口 声称影响了欧洲的安全保障和繁荣 可以说是极其荒诞的 欧洲与台海地区相距遥远 中国在自己的周边海域 包括台海进行的军事活动 完全是基于维护国家主权 领土完整和地区和平稳定的正当行为 与欧洲的安全保障和繁荣没有任何关系 欧盟没有理由 也没有资格对中国在自己领土周边的正常军事行动说三道四 要知道 就在伯雷利发表这番极其消极的涉台言论之前 欧盟议会才刚刚以432票赞成 60票反对 71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涉台议案 恶意歪曲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 公开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 影响可以说是极其恶劣 而时至今日 身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的伯雷利 又再度针对台湾问题大放厥词 其想要公开插手台海局势 干涉中国内政的意图可以说是已经不言而喻了 与此同时 就在伯雷利话音刚落之后 中方很快就给出了回复 可以说是好言相劝 据悉 日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回应此事时 明确表示称 各方开展安全与防务合作 应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 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他国的安全利益 希望欧方不要介入地区国家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 为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可以说中方已经把话说得相当清楚了 也希望欧盟能够谨言慎行 好自为之 值得一提的是 伯雷利还将去访问韩国 不出意外的话 欧韩之间也会签署类似的防务协议 所针对的对象就是中国大陆 其实 从10月29日 欧盟公布对华电动车反补贴调查仲裁结果后 紧接着 法国一艘轻型护卫舰就穿越台湾海峡 这也是10月以来 继美国加拿大两国军舰穿越台海之后 又一个西方国家的船只 进入该水域 极大的催化了地区紧张局势 尽管有军事专家声称 法国军舰挑在这个时间点穿越台湾海峡 其本质上的目的是躲避台风 并且顺道前往东北亚地区进行访问 属于正常的外派行程安排 但就从中欧关系急剧变化的这一节骨眼上 法国军舰穿越台海 恐怕也是在向外界释放不一样的威慑信号 强调法国在东亚地区依旧有能力进行军事力量投射 我们甚至可以解读为这是对中国的一种恐吓 不过令人感到意外的是 法国军舰刚刚穿越台海 法国贸易副部长普里马斯就急着宣布 他本人将在下周对中国进行访问 一名法新社的官员透露 普里马斯将在访问上海期间向中方进行施压 讨论先前中方针对进口自法国的白兰地 以及猪肉所实施的反倾销调查 换句话来说 普里马斯这算是来者不善 前往中国的真实目的也只有一个 那就是向中国兴师问罪 抗议中国向法国的农产品所实施的反倾销调查 并且希望能以不付出任何政治代价的方式来胁迫中国 放弃调查 实际上就现如今的中欧贸易而言 由于中欧国家普遍盛行去工业化 除去一些特定的尖端工业产品之外 西欧向中国所出口的产品主要集中在农业领域 特别是在冲突爆发之后 欧洲粮仓受到严重影响 导致其在中国的市场占比大幅缩水 不少的欧洲企业因此看到了一定的商机 纷纷入居中国 同时尽管葡萄酒属于农业副产品 但法国的品牌效力 让这些产品具备了一定的奢侈品属性 往往能在中国卖出不低的价格 据不完全统计 但是在2023年中国就进口了总量多达4332升的葡萄酒 总价值达到了125亿美元 其中有96%直接来自法国 且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 居民生活水平稳步提升 中国国内整体的葡萄酒市场份额还在不断扩大 因此中国针对法国葡萄酒实施反倾销调查 算是实打实地捅到了欧盟的七寸 也难怪法国会有如此激烈的反应 既然法国选择了抵制中国的电动汽车 那也要做好自家的红酒在中国卖不出去的心理准备 而且恰逢中国与澳大利亚这边的关系出现回暖迹象 不买来自法国的葡萄酒 中国有的是更加廉价的平体 就像曾经的阿根廷一样 米莱刚上台之初叫嚣与中国断绝往来 如今却主动扩大向中国出口牛肉 这本就是一种双向奔赴 也是一种对于现实的妥协 更是与大国相处所必要的一种智慧 但从法国官员的这一系列表态上看 法国似乎还把自己当作是曾经的列强 中国不买法国的红酒 那么就通过政治手段来逼迫中国 强买强卖 这既对中国缺少最根本的尊重 也对中国的实力缺乏足够多的认知 急于求成的欧盟迫不及待就跑咱们家门口 联合日本韩国借台湾问题 想用军事手段对华施加压力 其根本目的无非就两个 第一 想让中方取消对欧农副产品的反制措施 第二 想让中方接受对华电动车反倾销裁决结果 欧盟是打了一手好算盘 但中国会妥协吗 从经济角度看 前几年中美贸易战 中澳贸易战 最终的结果全球有目共睹 特别是澳大利亚 三番五次主动请求恢复正常关系 欧盟是全球最大的主要经济体之一 但欧盟是一个松散的联盟 在对华关系上 欧洲各国都有自己的一套处置方式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1月1日消息 西班牙表态将对中国敞开大门 不会在电动车问题上采取僵硬立场 值得一提的是 西班牙在涉华电动车投票上投了弃权票 尤其是这两天 斯法洛克总理菲佐正在中国访问 四方也坚决反对欧盟的做法 菲佐计划引进中国技术 在斯法洛克投资建厂 所以说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波雷利 此次亚洲之行 注定是一场徒有其表的闹剧 但有一点需要引起关注 推动欧盟跟日本韩国加强防卫关系的 大概率是法国 因为白兰地那事 打得最疼的就是法国 所以马克龙就动了小心思 想拉上整个欧盟在台海 跟中国掰一掰手腕 法国应该明白 尽管自身与中国同样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 但常任理事国与常任理事国之间也是存在差异的 如果法国依旧想以过去高高在上的心态 来和中国打交道 来处理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 那么中法的关系 未来发展将面临极大的困难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